我覺得這很 無中生有的東西一直在寫 你就沒有啊 你們都沒辦法任何東西 都是跟我出過 然後跟我 你講證據也好嘛 他們吃了飯或是不 他會證據的話 我覺得沒有啊 我跟你講都六幾歲 不要騙人 沒有那個體力了 熊泥抱跟胡瓜 令皮相處時空 熊霸活大回應 根本無中生有 瓜哥 瓜哥 熊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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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同框出席金鐘獎 緋文被傳成這樣 也完全不避嫌 我們沒有刻意再避嫌 結果就出事了 今天週刊再爆料 熊泥跟胡瓜私下另屁相處時間 連熊爸熊媽 似乎都知情兩人關係 對此3D新聞網求證熊泥爸爸 他也多大發聲 我覺得這很 無中生有的東西一直在寫 你就沒有啊 你們都沒辦法任何東西 都是跟我出過 然後跟我 你講證據也好嘛 他們吃個飯或是吃個 咖啡證據的話 我就沒有啊 還也可以排他所有的工作 因為他只有一個禮拜整一次啊 其他一大堆工作 整個禮拜都在忙啊 他都在監禁他的專業啊 其實沒有什麼事情 你剛玩舞 剛跳完比賽完 他都練 都在比賽啊 爸這樣會不會一直 就是周刊這樣一直吵 會讓你跟瓜哥的關係 變得有點尷尬 沒有的事情嘛 不是 你吵就吵啊 我跟瓜哥一樣好會 不過周刊繼續爆料 還說丁柔安 以思惟有兩人曖昧證據 傷心到不再當胡瓜經紀人 選擇頓入佛門 和瓜哥僅維持 表面和平的夫妻關係 大家只是一知半解嘛 我的助理幫柔安 分擔一些事情不合理嗎 那請他要幹嘛 我生活大小事 都是柔安打理 至於和熊尼 是非有另闢相處時間這一題 他也表示 不要再扯一些有的沒的了 來瞭解一下爸爸的工作場 來搶檔 然後發現他旁邊都是美女 旁邊都美女 64歲胡瓜和20歲熊尼 這段被虧爺孫戀飛文 從九月開始傳了將近四個月 到底是真是假 看得外界是普莎莎 很像 軟結的部分 沒有啦 他站在這個角度看這個新聞 他也看不懂這個新聞是寫什麼 我覺得夫妻相處就是各讓一步吧 因為沒有的事情就是 不太需要去做什麼討論 而且我們的錄影也都是照相機 沒有像就是媒體所說的這樣 你們就寫她的給我們知道 然後一整個每個電視台都要 人家有凝聚多大 是不是要跟我跟他們問 因為我跟他合作後 確認你來講 他應該不會喜歡這個 這麼年輕的吧 一定比小禎都還年輕 小禎都37歲了吧 38了 可是有男的問題 對啊 我們那種年紀多大 是大哥我跟你們很穩 比較像是說 地冰這樣的一個客戶跟 你沒有嗎 瓜哥今天說問你 要不要幫你搬家 你會說OK嗎 當然好啊 他車那麼多就開 我跟你講 多六五幾歲 要騙人 沒有那個體力 哈哈哈哈 對 你還要不要幫我 是嗎 那是 我沒有被你搬家 那是 我沒有被你搬家 你應該是